无边框那种感觉 然后上边呢是稍稍宽一点 这想必呢是因为这个听筒部分的设计 导致了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变化和妥协 那么底边呢大概是这个样子 底边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呢 它这边主屏还是正常MIUI9的一个设计 分别是它的日期 以及功能按键和摄像机的按键 这边呢还有其他的功能按键 那我们下面呢来给大家 密码啊 0 密码什么玩意儿 911 911是吧 然后我们来开屏看一下啊 那差别有同学说 是不是和一代是一样呢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不一样啊 那我们现在来开屏看一下效果 大家注意看 左侧是小米MIX第一代 右侧是小米MIX第二代 那我们可以看到边块位置呢 有着明显的差别 注意左边的边块呢 明显要更加的窄一些 更加的窄一些 这个说没有你直接看 对比效果就能够看得出来 那主要是得益于呢 第一代的屏幕更大 并且呢顶部呢 没有听筒的设计啊 所以呢 它并不需要做 顶部的出让 元件空间的这个位置 那大家看 这个像MIX二呢 由于要做边框位置的功能设计 所以呢 不得不在顶端的加高了它的额头的位置 所以这两边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左边是小米MIX一 右边是小米MIX二 那我现在来问大家一下啊 你们觉得这两个设计你更喜欢哪个 首先啊 必须要说的是 左边像MIX一呢 在单手握持的时候还是比较费力的 那右边呢 像MIX二的单手握持明显好很多啊 但是颜值上呢是有差别的 我来问大家一下 如果你觉得像MIX一很帅打一 如果你觉得像MIX二更好一点可以打二 看一下大家弹幕的情况啊 我来看一下 好 这个弹幕啊 我估计雷军看了会 会犹豫一下啊 好 那么一代二代呢 比较呢 我们大概也就到这里了 对这里额外说一点啊 大家注意看 这里有一些小的细节 雷震在发布会上面的反复强调 那么小米是做了很多改进 大家注意看 在摄像头的这个位置 一代的时候呢 摄像头是突出显示的啊 是突出显示的 那么二代的时候呢 不仅是整个摄像头体积缩小 而且做了一个黑色的头层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的均一性更好一点 我们对比来看的时候呢 两边的摄像头明显是 一代的更加突出一点 也更加偏下一点 更像一个突出的质啊 那种感觉 那么二代的时候呢 明显做了一个隐藏啊 这感觉要更好一点啊 更好一点 好 那么一代二代的外观对比呢 到这里 我们下面呢 接着来看 小米MIX1的整体的系统的感觉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相机 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今天一共发了两款产品 那MIX1呢 虽然很受 MIX2虽然很受关注 但是呢 在摄像头模组这块呢 它是一个单镜头的相机 它是一个单镜头的相机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 有点遗憾的就是 摄像头的位置是有突出的啊 这也不符合小米之前的一个设计美学 这样子 好 摄像头的这边呢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改变 好 基本上呢 还都是小米MIUI里面的一个配置啊 基本上是MIUI的配置 好 基本上是这样的啊 好 我们先退出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系统的配置的情况 我们首先来到我的设备啊 来看到他们这个版本里面呢 是米MIUI的9.7.9.8开发版 9.7.9.8 那么配置呢 它已经很写的非常突出了 在这里 销链835电池容量的3400万时 1200万的后置以及5.99寸啊 基本上可以算作是6寸的屏幕 分辨率呢 是正常的1080P横向啊 纵向改为了2160 也就是一个18比9啊 有朋友说为什么不是2比1啊 抱歉 这个18比9听起来更多一些 安卓版本7.1.1 那么型号呢 是MIX2 然后机身存储呢 是256G 目前可用的是241.4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部参数 这边看的要更清晰一点 标配呢就是6G内存 我们看一下内存这边并没有一个主体的显示啊 我们后续拿到测试机回去呢 到宾馆再给大家做详细的一个测试这边 我们再来瞧一下这个 刚才跟大家说的啊 这次像MIX2的几点改变了啊 首先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呢 就是屏幕变得更加圆润了 大家注意边缘的这个位置 我们知道正常的手机屏幕呢 都是一个直角边的 那这边屏幕呢做了一个很大的圆弧处理 在边缘的这两边位置 大家注意时间和电池仓的位置啊 都是有相应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弧 很大的一个圆弧 那我们和这个电池对比的时候呢 这个要更加的明显一点 我们拿一个小MIX1呢来做一下对比 大家能够看的更清楚 大家注意看 右边的小MIX1呢 圆弧是比较小的 那么它的电池仓的这个位置呢 和边框这个位置呢 弧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而小MIX2这边明显不是这样啊 它的弧度更大 那么是把整个电池仓都包在了这里啊 都包在了这里 这是边框圆弧的一个变化啊 那么我想呢后续有很多直角边设计的软件 UI在遇到圆角边的屏幕的时候呢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至于有效有多大 我们后续的会给大家带来更加详细的测试 好 那么机器呢我们简单先看到这里 来看一下大家弹幕的情况 对于这台机器有没有想问的 我们来测试什么 我问有没有跑分啊 抱歉啊 这个现场呢 看起来是很有wifi是吧 我看一下这个现场能不能连wifi啊 能不能连wifi的话 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软件 这wifi好像很快的样子 不知道能不能朋友 来再来瞧一下啊 老师说摔一下看会不会碎啊 不行这附近都是小米的人 我们现在也不能摔 咱们同学想问一下 分辨6刚才跟大家说过了是2160乘以1080 本场的铁线一道请大家有顺利 老师问这个有没有人脸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前置啊 大家注意他的前置这边呢 因为是挪到了下边 所以我们在这样看的时候 我们在 我们在 这有个很有很有意思的设置啊 大家看到 当我们从拍照这个角度呢 切换到了 自拍 他会自动切换到美颜这边 也就是说他认为你只要拍照 一定就是拍美颜 这还挺有意思的啊 但是呢 大家明显看到我这么拍的话呢 一定是拍到是下脸庞 所以呢这个不明显不符合这个女士拍照的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拍的时候呢 一定是要竖过来的才可以啊 目前的拍照的样子呢 就是这个样子 美颜是不是啊 这个在发布会里面呢 雷军反复的在强调美颜